我感覺人生是這樣 自你什麼人的秋頭上的老大 人家要把你救錢的時候 都低聲下去 都說得很好聽 很可憐 對不對 抱歉你很照顧 換你把他打 換你低聲下去 真的 拜託了 我現在很欠錢 你要騙我 對不對 所以要借人家錢 要很小心 我覺得書律師講得對 再怎麼樣都把它寫清楚 對 凡是寫清楚的時候 就會 你會保障到你愛的人 所以你不寫清楚的時候 你覺得好像憑感情 可是這個時候 未來孩子都是憑法 感染一開始 就很謹慎 避免以後的困擾 對 你應該一開始不減身 以後困擾重重 好 那麼吳老師你覺得說現在年輕人對這個老婆的照顧不一樣嗎 不一樣 有一種他會說我很忙 我就沒辦法 小孩那邊坐等等 就推託 你說現在是譬如說如果夫妻 男生就去顧他的爸爸媽媽 男生就顧兩家爸爸媽媽 現在幾乎都是這樣 都這樣了嗎 幾乎啊 就是我照顧我的爸爸媽媽 那老公照顧他的爸爸媽媽 是喔 但以前的話是 我還要照顧老公的爸爸媽媽 但現在比較年輕一代就大家說我 年輕人現在是 婚喪喜慶 都是各管各的 你支部現在也這樣嗎 現在不是啦 因為我們岳父岳母已經過世了 所以說他們還在世的時候 我是愛吾己吾的 因為我岳父岳母對我也很好 所以他們生病的時候 我們也是要協助照顧 因為我太太要飛來飛去 對啊 我的爸爸很早就過世了 所以我媽如果有來臺北 或是我們有回去 我太太也是照顧我媽媽 這怎麼會有問題 譬如說 老公的爸爸媽媽生病了 那太太這邊就說 那你爸爸 那你媽媽 你去 就會有很多那個爭吵 對 那你爸爸媽媽生病的時候 我也不要管 就會看 那就是這個界線上 應該要稍微 稍微模糊會比較好啦 不要那麼計較 因為小孩在看 家裡的孩子在看 原來他們都這麼樣的計較 都沒在優好 那算了吧 以後你們老了 我們也不 生教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還是 不要那麼計較 如果有一方的爸爸媽媽走了 他就通通不用照顧人 對啊 就這樣 就兩兩 是啊 是啊 就等於是如果是南方的爸爸媽媽走了 女方的爸爸媽媽有什麼事 南方說我不管 因為你當初也沒有照顧我父母 所以誰叫我的父母 比較早走 可以這樣子 這是太妙了吧 那立芳跟婆婆公公住在一起 那你還有四個孩子 你還要上班 如果婆婆要照顧你有時間嗎 應該是說因為小姑沒有結婚 住在家裡 所以比較主要就是公公婆婆 萬一要怎麼樣 比如說陪上醫院 然後萬一就是有開刀要去顧 通常小姑會擔這個責任 但是我們就是屬於時間分配型 因為小姑也有她的工作要上班 所以真的忙不過來 是我要去做這件事情 我印象很深刻 當時我婆婆動那個換人工膝蓋手術 那就是要躺著不能做 可是我公公是一個三餐 一定要整點準時吃到東西的人 比如說十二點 六點 他就會出來在飯桌那裡 等著人家要上菜這樣 那我婆婆就很緊張 因為都整點 這樣算遵循 所以就是我婆婆壓力是很大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要去分擔 就是說我就是一定要帶便當回家 因為不可能住 那就帶便當回家 我就要算 公公有六點要到了 然後趕快自助餐要便當店 那時候還沒有那種外送平臺 沒有那麼多 所以就是我要去張羅 然後公公有時候會看到這個 說怎麼又是這個 然後就放在那裡 就菜重複煮了兩 吃了兩餐 是不是 或者是 比如說我會給他買 比如秋刀魚 因為年紀大了 牙口不好 不能一直買排骨 那秋刀魚或什麼魚 可是自助餐的那些菜色 他能吃的或他喜歡的 大概也就是那些 所以難免就是重複 他就覺得今天看了 可能不是很喜歡 他就會放在桌子 不吃喔 他就會回房間 但是我都不會覺得 心裡覺得很抱歉 就說怎麼沒有 所以去問公公說 還是你要吃什麼 我再去買 不會 我就會覺得 我已經有盡到我的責任了 因為我還有小孩要過 小孩就吃了 我也要張羅 所以我婆婆就會關心 就是我去看到的時候 我打電話說 今天公公是吃什麼 我說沒有 爸爸那個便當就放著 可能今天買的 他不是很喜歡吃這樣子 他就會懷惱 我說媽媽你應該要顧好自己 奶奶你要顧好自己 你要復原好一點 然後他吃不吃 肚子餓自己就會找東西吃 不是嗎 不管小孩或大人 公公沒吃 他要吃什麼 他會就是泡麥片 牛奶 他自己也會 他用沉默的抗議就對了 對 他敢跟你講 但是沒關係啦 我就覺得我也不會很 還好你很瀟灑啦 對 對 我不會往心